前首相马哈迪透露 他目前还住在国家心脏中心 并且还在接受治疗 马迪昨天在社交媒体指出 自从今年1月感染后 他一直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 他写道 感谢上仓 在国家心脏中心的医生 护士和职员的努力下 以及大家的洗脑下 我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恢复 马迪也表示 医院的专家只是偶尔批准他回家一会儿 但始终需要他在国家心脏中心过夜 马迪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健康 并或者出院回家 今年2月 坊间不断流传马迪卧病在床的传闻 马迪的社交媒体团队较后出面辟谣 强调马迪虽然还在住院 但是身体正在逐渐康复 预判 预划 预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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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判